10月13号晚上7点多 三岁的童童跟着奶奶去杭州彩合公园 跳广场舞 玩着玩着 童童迷路了 一个人在路边哭 路人看到后报了警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女子从民警手中抱走了童童 随后民警和童童做了确认 小朋友 这是谁啊 他是你的谁 妈妈是吧 这个是妈妈是不是 好 那跟妈妈回家啊 童童的妈妈说 童童的奶奶在公园里找了一大圈 也没找到童童 就给她打了电话 她赶紧赶到公园 刚好看到有一大群人 扒开人群一看 就看到了女儿 经过了解 那天晚上童童和奶奶一起去的公园 后来奶奶碰到一个老姐妹 聊起了天 童童就和一个小朋友一起玩耍 玩着玩着迷路了 他这个年纪特别要照看 对对对 他这个年纪啊 大蓝的那个手机号码 已经加入了个地址 要叫他 要叫他 要叫他寄牢 要叫他慢慢寄 好 那谢谢叔叔 往后 往后 再见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